韩国明星夫妻很多都是很高调 即使不高调也很难避免以夫妻身份合作 或者在专访当中秀恩爱 像金泰西与Ring 两人只要接受采访就会被媒体问到另一半 本人想低调但外界也不允许 而权志贤与丈夫从来没有公开秀恩爱 两人结婚的时候女方甚至不愿意公开丈夫的熟茂 但这些年网友每次看见他们夫妻都会拍下来在网上公开 当然圈中也有例外 像42岁男神袁彬与41岁太太李娜英 就真正做到了在大家面前消失 一来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都不多 二来两人除了拍戏之外 其余的宣传都非常少 极少上综艺节目本身就不太露面 粉丝想见到他们有点难度 两人在2013年公开恋情之后 于2015年5月结婚 儿子于同年12月出生 但这些年来不要说儿子的照片 就连他们夫妻的合照都少 外界都快要忘记他们是夫妻了 圆冰李娜英无论婚前还是婚后 都彻底贯彻低调风格 两人婚礼在圆冰乡下举行 李娜英手上的捧花是在路边摘的 是当时有名的最省钱的婚礼 如今结婚7年 依旧有很多人好奇 男神受割击的李娜英 情势精彩 为何最后嫁给了男神圆冰 二人婚后又是如何销声匿迹的 李娜英原名叫李娜英 1979年2月22日出生于韩国首尔 比原冰小亮岁 年轻熟的李娜英肌肤白嫩 1米69的完美身材 在韩国拿下了不少护肤品广告 内熟的他被称为是 韩国娱乐圈的男神收割机之一 毫不夸张 工作中他合作的都是诸如张东建 玄冰Ring李忠硕这样的顶级大咖 生活里交往的则是三星太子李在荣 亚洲巨星裴永俊更猴况最后还能嫁给男神圆冰 1998年李娜英凭借SBS电视台的电视剧突然某天出道 而后几乎每年都会出产电视剧和电影 后来回归家庭就很少看到他的戏剧了 直到他遇到了韩国冉冉生气的男神李忠硕 二人一起拍摄了浪漫是别册附录 李忠硕还表示自己是李娜英的粉丝 能得到他的合作上的帮助很开心 看到这部剧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原来她是远冰的老婆 有人说这个女主角很显老 但其实当时的李娜英已经快40了 再加上这部剧本身说的就是姐弟恋 其实年轻熟的她也是美丽四射 喜欢她的人可真的不少 虽然现在她老公就是男神 但是这样一位美女过往的情史也是精彩 李娜英的第一段情史传闻是2005年有轰动玉石的韩国X档案爆出 但是有传言说李娜英介入三星里是李在荣的婚姻 据说是包养的关系 那时候李在荣好像能力不是很强 一直没有接班 当时她还有家庭和老婆没有离婚 还有个孩子 但是这件事没有得到实锤 娱乐圈的很多事情不知道真假 而她的第二段恋情被还没坐实的 2010年合作《逃亡者》里的丹尼尔亨利混喜尔南 媒体为了拍两个人跟到中国拍戏也是很拼的 在中国两个人住同一个酒店房间 在韩国也同坐一辆车深夜约会 不过还没报的时候 网友说这两个人恋爱就不得而知了 但由于南方不太红也没有下文 第三段恋情 跨国恋 黎明当时在韩国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李娜英作为新人能成为她MV里的女主角 运气也是相当好了 而她也是会抓住机会的女人 隔年又合作了天使梦 也因此传出了绯闻 媒体报道的时候总是会戴上两人捆绑 那时候黎明和李娜英合作拍摄广告的时候 就对她大家赞赏 称在亚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李娜英的气质 但是那时候两人身边各自有人了 第四段情史是最著名的 因为对方也是韩国巨星裴永俊 裴永俊在亚洲大红之后 自己开公司当老板是一件很出名的事情了 公司开得风生水起 当时有金秀贤林秀金等大牌艺人一堆 李娜英自从加入裴永俊的公司 广告数量就飙升 可见这个公司的资源和捧人能力是很强的 2011年就有韩国媒体爆出 裴永俊和李娜英即将结婚 当然这也已经不是第一次 早在之前就由日本媒体曝光两个人同居 裴永俊在日本很红 日媒的料一向比较靠谱 韩国武将团体那些欺读性丑闻 韩媒不敢报的 都是日媒报的 都有图有真相 日媒报裴永俊 李娜英将完婚 以同居 据日媒报道 裴永俊和李娜英已密恋一段时间 李娜英搬进了裴永俊首尔的豪宅中 有粉丝目睹 其多次出入 有可能将要完成终身大事 对此传闻 裴永俊和李娜英自然是否认的 最后这段恋情也许不了了之了 而到现在双方都有各自幸福的家庭 换公司 与袁兵 最终洗劫连礼 虽然这么多段感情没有结果 但是所有的错过 就是为了等待那个最合适的人 而他等到了他 似乎一切都是冥冥之中 跟裴永俊的公司解约之后 刚好巧合换到了和袁兵同一家公司 进水楼台先得月 两人接触的久了 互生好感 最后就如大家知道的那样 在一起了 2013年7月 两人公寓约会的照片被曝光 随后透过经纪公司发表声明 承认热恋 袁兵的妈妈当时接受采访时 对这位未来儿媳表示很满意 袁兵和李娜英交往仪式 还是通过小区邻居们才知道的 说实话 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看电视 所以并不知道李娜英是谁 第一次见到她 我觉得她很漂亮 2015年两个人结为夫妻 据悉袁兵及李娜英夫妇联名 以约8000万人民币 与首尔青坛洞 购入一栋大楼 大楼是7层建筑 附近有时尚街及多间画廊 交通便利 是房地产买卖交易的热门地区 有盛制空间 十分有前景 并且袁兵妻子李娜英 在首尔江南某富产 一月生下一名男婴 李娜英公司表示 产风与宝宝都很健康 李娜英与袁兵的喜悦之情 异于言表 同时李娜英众和家人 在一起度过产后条例阶段 很抱歉 不便向大家提供更多的消息 现在的两人都很低调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结婚多年还须恩爱如初 在韩国男演员中 袁兵一直算是一个另类 兼演作品少 但在整个亚洲 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出道18年的他 只主演过五部电影 两三部电视剧 其中并不缺乏像蓝色生死恋 太极其飘扬母亲等经典剧 在大叔后 将近七年没有新作品了 有些网友借机骂他 不演作品了呀 李娜英也是护肤狂魔 公开场合说道 没有想过不演戏 也会被人骂 他只是说 在等他觉得合适的作品 他为此也很苦恼呀 看到老公莫名情 要被骂心疼了吧 好像无意间 又在偷偷的撒狗粮 不过确实 还是蛮期待袁兵的新作品的 但是也尊重他 想挑选好作品的选择 其实还有很多人觉得 他不适合袁兵 但是适不适合 不是我们说了算 是他们两个人过日子 他们才有资格 说对方适不适合自己 不过也有人认为 李娜英是袁兵的 绯闻女友里最低调 跟他性格 也是最契合的一位 能拿下亚洲男神 袁兵的 必定有他独特的魅力 你们觉得呢 也设许啊 然后